大姐收歌 祝你們四喜臨門 發財好事 福如東海 恭祝大家新年快樂 大家大利 一寶晚利 心想事成 今集星周撈米 我們有幾位重量級嘉賓 就是胡鋒收歌 羅蘭姐和導演Sunny 有幾位重量級嘉賓 我們就一定有些東西玩一下 我們要爭奪羅蘭姐和收歌手上的大利事 我覺得Sunny會輸給我們 不過我們要不談談怎樣贏 我贏 不行 我們一起做低Sunny 然後我們隨便誰贏都可以 我們先做低Sunny OK 遊戲玩法很簡單 我們嚴選了五大新年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看看三位後輩將會怎樣應對 環節將會以快問快答的形式輪流作答 後輩們要努力作答去獲取長輩的歡心 再由修哥和羅蘭姐作為評判 選出答得最好的後輩們 選出答得最好的後輩們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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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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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啦 最喜歡我們給的禮物是關心 最緊的我們總經常都打電話 或者親自回來探望你們 我的最想收到的禮物就是擁抱 我自己個人就非常之喜歡擁抱和親吻 我到現在都會親吻我媽媽的人 我覺得長輩們最想收到的禮物就是笑容 只要她每次見到我們都笑面迎人地看著你們 那我們開心長輩又開心 長輩開心我們又開心 Yeah!羅蘭姐給我心心 那收歌呢? 我就認為關心很重要 Yeah!謝謝 因為能得到後輩關心自己 自己都真的很窩心 第二題 長輩最想聽到的恭賀說話是什麼呢? 恭祝她的孫子聽教聽話 和快高長太身體健康 因為她們最關心的孫子 我覺得長輩們最想聽到的恭賀說話就是 恭喜恭喜 我們結婚啦!這樣 就是應該是把喜事 分享給長輩聽 因為長輩最想都是 孫子孫女後輩們開心 但你只要用到一次 我生孩子啦!我家人工啦!我買房子啦! 全部喜事都可以說出來 都用不到十次 長輩最喜歡聽到學業進步 即是我們不把你們當成一位老人家 即是你們永遠都在我心目中是一個年輕人 你呢?你認為誰說得最好? 我認為長輩最開心呢 就是聽到有孫子 或者多個失 是最開心的 是 其實呢 她們三個所說的話呢 我都很接受的 不過呢 我最喜歡聽的呢 就是聽到 子女結婚呀 生孫呀 聽到都是開心的 你值得是這樣的 懂得了 懂得了 導演 懂得了 好 努力點 第三題 團連飯的時候會夾雞的哪個部分 給修哥和羅蘭姐呢? 我會夾雞胸給兩位 因為雞胸最低支 又多肉 你回答了我想回答你 即是我要把第二個答案出來 那我就一定會夾雞胸油 因為為什麼呢? 珍貴嘛 一隻雞才只有一個屁股 雞腿也有兩隻 那兩個怎麼分 切開它 有兩塊的 我一口 雞上腿 雞上腿 雞上腿還要斬開一半 那就是和孫子一起吃最好吃的那一塊 這樣 分甘同味的意思 沒錯 沒錯 最好呢 給我當然會問一問 對方 你喜歡吃哪一部分 我知道呢 我有個同姓的 又是姓盧的 叫做海鵬 他最喜歡吃雞尾 你扔掉雞尾 他就渣渣跳 現在問你喜歡吃什麼 不是問海鵬 那我就不喜歡吃雞尾 我喜歡吃那些 背脊 雞背脊 沒有那麼多肉 我呢 我呢 我喜歡吃雞尾 雞尾 雞尾打人牙膠 對 所以原來講 都已經牙膠了 我覺得我們太多計算了 對 我們的答案太計算了 我們不Cure不True 是不Cure不True 洗滴下心靈 第四題 你跟了兄弟姊妹的前度一齊 會怎樣向長輩解釋呢 嘩 嘩 什麼戲的劇情來的 這麼過分 對啊 真的這麼有 好過分 這樣 我的長輩是修哥和羅蘭姐 代表他們很開明 他知道自由戀愛 對嘛 這樣呢 我就會坦白 直接跟你們說 那個是曾經跟我姐姐拍過拖的男生 但是呢 我們都真的很愛對方 糟了 那你直接說也好過不說 不過 你又要想一下 怎樣去對對方 沒錯 羅蘭姐 他們兩個都還沒說 你不要說了 哈哈 好啊 都是很坦白的 告訴長輩聽 我們是真愛來的 而最重要的是 我直接找了阿哥 做證婚人 那我呢 就 我也是坦白的 是的 我也覺得不要說謊 然後呢 就再跟前男友 加上姐姐 一起去到兩位面前 如果我和姐姐都喜歡 接著同一個男生 證明這個男生 也是一個很好的人選 是的 還是拖女很厲害 是的 哈哈 其實呢 他們三個所說的話 我完全不接受 稍為接受的 就是寶琳所說的 就是 還有少少 轉機 少少原諒的地方 那羅蘭姐 你那個心心 是否 只有三個都不 比不下 比不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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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題 拜年的時候 預備什麼活動 長輩會最開心 當然是玩孫 和玩塞 所以就帶小朋友去 一起和長輩玩 玩什麼都開心 跟長輩一起玩 當然是 看賀歲片 看賀歲片當然要 當然是一邊打麻將 令到他們的腦袋靈活一點 長輩都很精靈 在我心目中 都是和孫子一起玩 是最開心的 我就覺得很多長輩會喜歡打麻將 因為平日沒有人跟他們玩 對 暫時Wuby和寶林打成平手 勢軍力敵 但是導演都急起直追 到底第二個環節 錄死誰守呢 這個環節要決戰四方城 所謂 排品好 人品自然好 拜年的時候 和長輩打麻將 最重要是懂得送將 三位後輩爭取最快出衝 被修哥和羅蘭姐 就為止勝出 可以獲得兩個心心 決戰四方城 正式開始 好 勝修哥 主持 羅蘭 這裡 到你 我 打筆 九萬 放在這裡 九萬 九萬 還有嗎 你們沒有了 我三隻 好 趕快出來 早晚晚晚 整複門 只要我老公吃九萬 沒有你 九萬 什麼 九 我們不要 有錢拿 我馬上拿 不拿錢 不要錢 九萬 即是收工可以 繼續 和八萬 一團和氣 好 收工 八萬 不要 不要 沒有 七萬 不要 遲些 全部都不需要 發財 大家發財 三萬 好像萬指握 哪一還有 紅葉 太好了 太好了 一索 還有什麼想要 暫時沒什麼想要 大家先保留實力 保留實力 二萬 放進去 你怎麼了 你不要 你不要 這個遊戲的真正是怎樣 太好了 太好了 五索 五索 萬指可以 萬指準備好 萬指準備好 沒東西正確 我暫時的 六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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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太好了 會打 六索 太好了 太好了 五萬 哎 差一點 這個呢 哎 又是好東西 沒有 沒事 還中 五萬 差不多 七千的 洗牌打破 都不可以嗎 太好了 太好了 七千是為了好老人家 那也是一件偉大的事 是一個好可可一的 也是一件想著的事 試一下 哎 一定自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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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索 真的 好 好 火牌 看不到 看不到 這隻不知道是否正確 七萬 七星董照 七星董照 正確 哇 哇 哇 太好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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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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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演真的懂得打牌 哎 可得了 厲害 有問題 很厲害 最終結果很明顯 SUNY轉身四個三分波 以出神入化的松樁技巧 成功獲得樹榮 實至名歸 真是恭喜恭喜 多謝多謝羅蘭姐 身體健康 多謝 萬事順利 萬事順利 多謝 多謝羅蘭姐 用梳哥選擇我 看看兩封利是分別是甚麼 咦 哪有人封利是封張紙 看看 多謝 心中富有 這個真是無敵 多謝 多謝 是否還要看另一封 另一封 也是封張紙 這個 真是 哦 米子的十秒單獨Airtime 這個十秒單獨Airtime 我當然是用來賣 《反氣攻心2》的廣告 是否現在開始 下一位 我現在馬上介紹 是 來吧 導演 開始 接下來的2月9日 我們就有《反氣攻心2》的上演 秉承著第一集那份精神 今集會繼續很開心 另一方面就是 繼續會更欣賞 因為五個主要角色 踏入人生新的一頁 所以除了搞笑之外 應該要滑心些他們的內心世界 如果你們都很喜歡上一集 他們幾位朋友的話 今集你應該會更加感動 希望你們會喜歡《反氣攻心2》 果然導演的時間是比一般人慢 怎樣 導演講了30秒 是嗎 多謝了 我賺了20秒 謝謝 米子祝大家 新年大樂 新體健康 怎樣保持呢 有些人就說 我們現在應該多些做運動 以及多些要出去走 不要經常躲在家裡 對 你說得對 一定要出去外面 多些跟別人溝通 又做多些運動 心境要開朗些 開心些 那人自然呢 自然就非常好 對 怎樣令到別人喜歡你呢 這樣開心些 那別人就喜歡自己 對 經常拿著臉 那別人對你的印象又差很多 是嗎 多謝你看米子 記得 comment share 和like我們的影片 還要按一下小鈴鐺